首當其中就是中俄大陸 韓國然後就俄羅斯嘛 然後大概隔 我的印象中是隔57天 就整個太平洋 欸但這樣跟元能會差也太多吧 元能會是預估要排放一到兩年 才會到達我們台灣海域呢 胡說八道 那個我看到57天是 到東海跟南海 那台灣能倒不在這裡面嗎 那當然你經過整個太平洋 那個 的帶動就會稀釋掉 因為日本不是排一天 他是排30年 30年喔 對啊是30年啊 他為什麼會這樣算 因為他要 那個讓那個川的比重要降到 一定的數字以下 好